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Signal 这周还是我跟Jack两个人一起 然后Jack已经是第三次了 对第三次了 第三次了 然后现在表现越来越好了 我看你现在也有固定的喜欢你的观众等着 就是每次看到我一个人就说Jack呢 Jack呢 就挺好的 行 那我们就继续吧 我们开始看一下过去这一周的新闻 对 然后第一个新闻 Magic Leap完成5亿美元融资 估值高达20亿美元 即将推出Magic Leap二代 我不知道AK了不了解Magic Leap 我对Magic Leap的概念就是 它之前有个在体育馆里面 跳出一个金语的AR的demo 就比较震撼 然后这两年它好像相当于是有点成绩 因为大家知道比较火的就是Quest 不知道Magic Leap最近是往怎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我来聊一下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Magic Leap有点像小号的HoloLens 第一代的产品也是缺陷很明显 就是这个FOA太小了 然后在17年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看到好多新闻的媒体 铺天盖地的就报道 就说AR他们拿了好多钱 然后他们一直在做产品 结果他们等他们第一代产品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是分体式的 就是我们不管AR VR 还是它的算力是在它的计算模块 然后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售价 它当时卖2000多美金 然后不比HoloLens便宜 我记得他们当时创始人说想卖100万台 最后发现6个月只卖了6000台 那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没下来 第二就是大家有个误区 就是一会我会结合讲另一个事情 就是Magic Leap公司 它其实应该做的是一个硬件标准 它没有能力也不应该去做第一方的一些东西 所以就导致early adopters 就是早鸟这帮人一般都是开发者 看到这个成本 然后再加上你的硬件 也没有做到一个特别好的程度 虽然说当时的眼光来看 它已经做得不错了 包括它的体型 你想它的很轻量化 其实看着相比HoloLens 所以它第二代就改方向了 过去这几年 他们也是虽然说一直在拿融资 但是他们的团队好像是开了1000个人 将近一半的人离职 然后高管又变动 然后CEO都换人 然后资本就撤出 之前Google投了 阿里巴巴投了 然后软银好像这些大头都投了 后来反正也有些变动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么说二三十年前 人间堂做的VR Boy 我问大家有多少人红色的画面 它明显是这个理念太先进于配套的一些科技了 一些技术了 包括电池 显示面板 续航 计算性的 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概念不错 Magic Leap现在就是处在这个阶段 然后他们现在不得不换方向 就是要做2B了 就下一代产品应该是2B的产品了 我结合一下讲 之前不是我讲过有一个国内的厂商叫Nreal 他们给我们发了一个样品 然后后来这些我们上上七次行道讲过这个事 然后有个对接的一个兄弟是我们的观众 也是后来离职了 就样品要回去 很遗憾 没办法给大家展现 其实Nreal他们做的Nebula的Glass 就特别像现在的Magic Leap 相当于国内版本的这么一个 然后做的也不错 很轻量化 然后也有摄像头 也有追踪 然后做工也非常好 但是他们的成本就低很多 但是同样我能看到的就是现在除了他们本家做了一些演示之外 没有任何的厂商在帮他们去大的厂商去帮他们做开发 所以结合这个事情来看 我觉得Magic Leap现在的问题还是在怎么降成本 然后产品还没有做到极致 这是有一说一 然后再加上他们的这种分体是 我觉得是另一个方向 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配套的开发者能不能跟上 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所以其实资本虽然说还在追逐AR这个领域 然后Magic Leap明显是在行业里面知名度是比较高的 但是看到他们想去做卖出第一步去铺这个市场 现在看来还是有一点困难 他们预期比如说100万台 当时说现在就6000台 第二代我相信如果说他们成本控制不好 然后他们的品质做不好 就是产品硬件的配置做不好 可能很难树立一个硬件的标杆 然后让开发者让这些厂商去做 不管是2C还是2B 我觉得现在这是最大的问题 新闻讲的就是他们又拿到融资了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第一步永远是难走的 我觉得不管是Nreal还是Magic Leap 都是很值得敬佩的 不管他们事情有没有做的好 我觉得敢去卖出这第一步 这个是很关键的 下一个新闻 HTC的次世代Vive Flow眼镜提前泄露 这新闻我看了一下 Vive新的他们所谓的flow 给我的感觉就是对标的是Quest 2 因为它 Vive以前都是做一个连电脑的版本 就是带根线或者无线 就是以前的Vive Pro 这一代我感觉看了这些泄露的一些信息 因为我看报了还挺全的 说是可能是能借助手机 比如插根Type-C线 然后手机来提供图形计算能力 然后呈现在这个画面上 在VR眼镜里面来说算是比较轻量化的一个 而且做了一些很招牌的行动 比如说两个像太阳镜的黄色的晶片这种感觉 像是个黄蜂眼 其实挺有意思的 然后好像他们售价是报出来是499美金 你看Quest好像是299 明显是这个产品和用料上肯定是比Quest要多一些 Facebook的思路是一直是压低成本 然后让大量的用户来体验 Vive这块给我的感觉就是思路不一样 但是也想去做迅速占领市场的事情 HTC跟Oculus在VR市场已经相杀了很多年 然后这一代的产品给我的感觉就是要借助手机 明显是跟Quest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Quest他们一直想做一个完全的独立的一体机 Stand-alone 所以我觉得正好如果说真的今天晚上有所谓的发布会 或者说这一周有新的动向的话 我们肯定会有一个后续报道 因为我还挺关注这一块 但是看到这个新闻我想聊一些相关那些事 就是上次Signal我们也提过 就是国内的Picco被字节收购了 然后我们之前因为做过一期VR的视频 有兴趣大家可以看一下聊的还是挺深入的 然后那期视频让Picco的人看到了 做市场的小姐姐联系到我们 希望跟我们保持一个沟通关系 然后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又嫖了两个 本来说想自己买 想支持一下国产的体验 就是他说给我们拿两个样品 就是Picco Neo3 最新的Neo3 然后包括以后他们的roadmap将来的规划 甚至将来有可能我们还跟他们公司团队研发 这块可能会有一个采访 感谢大家关注 我觉得做媒体的好处就是这个 别人觉得内容做的不错 或者说比较专业 因为对方也是这么跟我们说 说国内很少像看到我们像这么专业的 对VR市场和VR理解 能做到这么专业的程度 所以说也希望跟我们建立联系 然后这个挺好的 然后我们也是拿到一些样片 然后今天寄出来 然后后面看跟Picco还有什么样的合作 还是那句话 就是我们做科技媒体 肯定是不仅限于什么产品的分析 更希望是从研发 厂商 然后行业的角度 帮大家去聊一些我们的认知 所以这是挺好的一个机会 也是感谢各位关注我们的内容 所以才能让我们有传播力 才能让厂商看到 其实我们做的还可以 对吧 然后跟厂商建立这种关系 我个人还是比较关注VR AR这个领域 我还不是国内最早的 我应该是全球最早的 可能10年前 然后刚有Leap Motion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观察 早期的时候尝试过简单的一些小工具的开发 AR VR以后也会是我们频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板块 然后关于Vive Flow眼镜 我们后面会后续跟踪 然后有可能的话也会购入 然后体验一下 看一下它的产品做的怎么样 然后理念是什么 下一个新闻 网友利用iOS15新隐私特性 发现微信淘宝QQ等反复在后台读取用户的数据 然后包括这个新闻相关的美团的APP 它也有被网友发现在后台去访问用户手机的定位 然后美团针对这个问题的话 他没有说承诺去更新 但是微信它是有承诺说去更新解决后台访问相册的问题 这个新闻我看了 最近有几个类似这样的就是国内的巨头的这些APP 然后会有因为iOS15的一些新的隐私特性 然后被爆出来一些问题 然后我看这几天吵得挺火热的 我就把这些相关新闻都录节目之前我都过了一遍 然后我现在可以说下我的看法 我们就结合在一起 就不仅限于微信相册还有美团的这个东西 我们就聊一下隐私和手机厂商 比如说苹果之间开发我的一些态度 我今天看到就是微博上就是有个叫Hackless 他爆出说微信在后台频繁的访问用户相册 然后后来也看了一下Hackless 他现在也发布了一些声明 就是说得到了一些iOS开发者的一些指导 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其实在我看来可能这么说有点得罪人 就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不懂的时候 不管是有意无意他带了一波舆论 就是因为大多数用户是不懂 他觉得爆出来了 然后又有证据表明 你的APP在后台频繁访问我的相册 WWDC2020的时候 苹果就已经详细解释过了 在一个他们官方开发者网站做了一个视频 专门做相册功能的 苹果自己官方的开发人员 这些开发人员是指导第三方APP开发者的 做一些说明 范例比如说这个API怎么用 那个API怎么用 2020年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解释的非常明白了 实际上大家不管是在微信 还是在这各种聊天软件 只要调运到你的相册 根本就不是这个软件本身在用你的相册 而是他们借助了一个接口 叫做Photo Picker 叫PH Picker 这个APP只有在你选择了 比如说我要发送几张照片给Jack之后 我选择了这几张 发出去的时候 这个APP宿主 这个host 比如说是微信 或者是美团 才能看到这张图片 他所谓之前访问的 所谓爆出的频繁访问你的相册 它是什么东西都看不到的 iOS系统已经十几年了 他没有做这一手保护的 现在早就烂大街了 什么第三方任何软件都可以调你的相册 看你的图片 这里面有几个误区 我跟大家正好说一下 第一 就是APP的开发商 他要你的图片干嘛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比如说一个APP可以看你的相册文件 那APP本身你可以理解的一个机器 一个机器看了你的图片 会造成什么影响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比如说一个机器 比如说你家的摄像头 它就可以是APP 它看到了你的图片代表什么 什么都代表不了 它只要不回传 不回到人的眼睛 不去传播 其实造成不了什么影响 这是退一万步讲 我们前面还有个前提 首先苹果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大家去尝试选 不管是苹果还是安卓 它的API就是调用它的相册的API 它已经做得很好了 比如说我跟Jack我要发几张图片 我利用Photopicker 就是它的API 我去选了几张图片 发给你那一瞬间 本来这个图片我就是要发出去的 作为host的软件 微信或美团看到了也没关系 这是我许可的 我可以发出去的 但是其实更多的爆出这个事情的原因 是因为比如说你截了图 或者你拍了新的照片 你的相册有更改 它实际上就是这个APP在后台 问你能不能拿到这个权限 当你需要发的时候我去访问它 然后就会有一个log 有个记录 大家看到这个记录好像夜里还在扫描图片 其实根本就没有 我跟大家正好说一下 如果说你的手机扫描图片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就现在的手机的处理能力 就比如说我们跑一个安兔兔测试 它里面有一个环节 就是扫描维码 实际上就是图片识别 图片的OCR 然后还有就比如说分析图片里的特征 它是非常占用你的手机的性能的 那一瞬间可能都用不了半分钟 你的手机就发烫了 所以在我看来首先第一部苹果做的就很好 它就有一个API相当于一个隔离 你APP只有在用户同意选择哪些图片的时候 我才调用我这个API 平时它是什么都看不到 这是第一层保护 第二就是说这些即使很多国产的这些APP 是可以看你的相册看你的图片的 你要知道机器看你的图片能干嘛 它不回传 它不上传 不汇报 它最后就分析一下特征 这个可能性有没有 我们只能说可能有 但是被第一层API这个东西 苹果它的photo picker就是干这个用的 就是不让你滥用的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AK你是不是收了厂商的钱才帮他们说 不是 不是 因为我现在马上要黑他们 什么饿了骂 美团 微信这些 会有更高级的手段去分析你的 作为它的用户的一些特征 购买习惯 消费能力 但是因为它用的方式比较高级 我们以前的Signal也说过 可能就是在你APP里面的行为 在哪个页面停留了多久 关注哪些商品 这些厂商还不是最恶劣 最恶劣的是输法 输法它是可以知道你打了什么字 然后回传 然后给你有深度网定的 就是你平时搜索什么东西 这个更恶心 实际上这些厂商 他们为了生存 为了赚钱 肯定是要用一些手段 去获取用户的一些行为 或者说用户画像的 这个是没跑的 我们都知道 读取你相册内容 这么恶心的 这么下三乱的手 这是没可能的 就在我的视角里看 然后咱们反过来看这个新闻 我就觉得 就是像微博上爆料的这种人 不管他是不是故意的 还是不故意的 他带了一个很不好的节奏 会给APP的这些厂商 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因为确实人家没这么干 但是这些厂商 肯定不是很干净的 我们的好朋友 郭豪也去凑了个热闹 他说了一点 我觉得说挺对 他说现在知道 为什么微信那么耗电了 但其实这个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其实我要聊的一个话题 就是国产的好多APP 开发这一块做的并不好 他们没有去做很多的优化 然后也没有考虑这个逻辑 我们刚才看到新闻 就是说美团 时不时的就去访问你的地图数据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可以10分钟访问一次 你为什么可能就10秒钟访问一次 当然我只是极端举个例子 其实我们要做的优化 很多APP要做的优化 节电就是在这些细节上打磨的 但是国内的厂商就包括微信 微信巨难用 耗用内存又高 又耗电 这个占的储存空间也大 实际上就是暴露出来 很多APP就是根本没写好 但是它已经垄断了 所以其实大家要看的点 并不是说只是隐私这么简单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 让厂商去把它的APP逻辑做好 其实这次新闻也暴露出来这个问题 虽然说并不是直接隐私问题 就比如说微信这个事情 没有必要去请求你用户相册 这么频繁的 实际上你每一次真的要打开微信 跟朋友发照片的时候 你再调用Follow Picker 体验不会差很多的 你没有必要在后台去一直请求 我能不能看 我能不能访问 在你真正要发的时候 你才访问到 这个是有点多余的 然后我看到之前为了给这个爆料人Hackless解释 然后好像设置的作者刘雅臣 好像他们也解释了一波代码是怎么回事 苹果是用什么方式的 好像Hackless自己也做开发 但是好像对iOS这块他并不熟悉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误会 你想微博上有好像1.7亿次这个话题 其实是激起了没必要的很多民众的恐慌 我们退一万步讲 就是说真的有些APP能够访问到相册看你的 然后回传 你觉得这可能吗 苹果得夺无能 不管是苹果还是安卓 得夺无能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大家用常识判断一下就知道 没有必要自己吓唬自己 我们大部分人用的这些数据安全 是在这些公司里面 他就把这个逻辑想的已经很清楚了 然后再借助这个话题 我再讲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之前Signal也讲过了 苹果有一次玩拖了 就是iCloud然后儿童 CSAM这个事情 简单来说他们也不会去人工去看你的这些相册 也是通过比如说现有的 比如说保护儿童协会 他们有一些特征图 比如说哪些图片传播量比较大 然后通过机器算法给它生成一个哈希值 然后通过这个哈希值 然后去跟你本地相册 或者是你的iCloud相册去比对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看的过程 只是比对 比对完了之后发现你确实有 或者相册特别高 这个时候苹果大大方方承认了 我们可能有人确实会看一眼 但是也不知道这个是谁的手机 我们可以看完之后这个图片有问题 我们可以汇报 然后通过iCloud的方式找到这个基础 可能会告诉他删除或怎么怎么样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玩拖的一方 就是本身像苹果自己玩这个技术 都不会去看你的相册 也不会利用你的相册去做什么 但是如果真的发现有点贸易 还是要用人工的 所以你看苹果这就是玩拖的地方 之前我们Signal不是讲过这个事情吗 就是苹果没必要做这个事 就受了一部讨好 我觉得苹果这个事其实比微信这个更严重 但是微信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件出来的话 可以督促它去更好的优化软件 提升用户体验 Jack总结得非常好 就本身隐私问题从微信这一块 也许微信想去突破一些 限制去做一些微信 但是它做不到 我们通过这个新闻解读出另一个事 就是希望国内的这些apps 这些厂商赶紧优化一下 你这个逻辑 还有你的使用的习惯 还有你的整个app体验 不要做的这么引起误会 我觉得这个新闻更多的是一个误会 然后通过我们 传达给我们的观众 就是解释清楚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不要紧任优天 下一个新闻 OLED版Nintendo Switch开售 我们也是拿到了 我们当天就拿到了 借助了 以及我刚才反复说做媒体的好处 真的是真真切切感受到 联系了一些比较出名的一些人物 对吧 然后最后就康总帮忙 我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们又不做什么开箱 也不做什么测评 这个东西我就是单纯的想来自己体验一下 因为我的Switch是第一代 第一代的第一批货 这是完全出于个人的兴趣 我就反正借助了一些朋友关系 最后第一天搞到了 然后我觉得OLED版Switch 结合我们之前做过的相关内容 很遗憾没有看到任何性能上的提升 但是这个屏幕是真的舒服 它屏占比一下上来了 虽然说它的OLED的像素排列 纸面上给大家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理想 但实际上显示效果是相当棒的 它这个屏幕其实跟LCD的一样 就可能还不是手机上那种Pentile排列 是RGB排列的 RGB排列的 对 它没有说那种PPI的损耗 但是它的屏幕有个问题就是 它只有300尼特 也不是特别亮 明白 但效果整体的话 因为它是全体核屏幕 肯定是会更好一些的 相比前代的 最重要就是全体核屏幕 它的gap就没了 总体体验更好了 之前还有人说它分辨率没变 但是屏幕尺寸变大了 整个给拉大了 就会觉得PPI下降了 其实你根本看不出来 效果还是很好 我自己作为任天堂的老人屯 我是第一时间入了这个 然后体验了已经好几天了 感觉很喜欢 我也很遗憾 他没看到它的性能的提升 然后尤其是该游戏读取还是读取 然后还要等 我也挺烦的 但是没办法 谁让任天堂游戏做的好 玩的确实还是挺爽 这个友谊说一 下一个新闻也是关于游戏相关 就是原神2.2版本大更新 iPhone 13 Pro系列系体 120Hz高帧 然后这个版本也是配了我们 大家都我们有的M6 我觉得这更新还是挺好 挺有意义的 我这样我来讲一下在Pro Max上的体验 然后你一会可以讲讲你iPad上的体验 因为前两天我们刚做完一期视频 就讲所谓的高刷 其实是Promotion 变频的屏幕 讲了一下我们对它的理解 然后我当时抛出一个观点 我说是很多大厂商甚至可能都不会有 80Hz 120Hz的选项开个用户 就不会做这么高帧率 即使做到了 那用户用一段时间自己也会调回60 但实际上已经看到有一些大厂去做了这个支持 很多人还说你打脸了吧 其实没有 根本就没有 我们非常自洽 因为我们拿回来试了 我们第一时间把这个更新装上之后 一分钟 有没有一分钟 咱们120高刷瞬间就下了 反正10分钟内很快就下了 非常快 尤其是你接上电源你要充电的话 我的感受就是一两分钟的事 因为肉眼非常可见 亮度下降 然后频率下降 基本上就在60多 我估计很多厂商很鸡贼 就是说反正我开放了 120你可以选 能不能用你去怪手机厂商 对吧 他把这锅丢出去了 我觉得他的做法反而更印证了我们之前那个观点 就是说很多手机厂商给你开放了120Hz之后 他会开很多选项给你 比如说你把特效关键分辨率降低 然后我也是了 用最低特效 最低分辨率 什么都调到最低的状态下 可能玩了5分钟 10分钟 这个达不到120了 就是人神 实际上在iPhone Pro Max 13 Pro Max的效果 在iPad Pro上理应效果会好 应该我不知道能不能一直补降频 但是他也会有在选项里面有一样的体式 有一样的体式就是负载太高 然后你大概率会遇到降频 然后帧率不稳定的这种情况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的 你相当这种被动散热 不管M1芯片有多强 你都是被动散热 你只要120圈效果一开 用不了几分钟 瞬间你这个体验就爆 而且手机像iPhone的13 Pro Max 它又不是金属被板 它散热就很难散热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很自洽 然后包括我 包括我们团队的剪辑师天天也搞了一个13 Pro 他也在他的机器上试了 都很开心 一开始好流畅 一两分钟 120的没了 所以这反而说明我们之前的观点非常自洽 就是手机这种东西 这种形态它本身就不是一个专业游戏机 你指望120赫兹 你去玩这种大型3D游戏 又是粒子效果 又是什么水面反射 又是什么光追 就是特效全上 你这不是以男为人 就不要做这样的事 其实我要是惩商我都不开放 这个选项 你开放了没意义 你用户把所有东西都调到最低 你最后还是要降频 我享受那一两分钟两三分钟的意义在哪 是的 没有意义的 Mini 6上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因为我也下了很多苹果商店的应用 包括他Apple Arcade里面的应用 然后游戏 很多其实都没有适配Mini 6的比例 但是我比较惊喜一点 就是原神它已经适配了Mini 6的屏幕 然后大家可能不知道 Mini 6它的上面的A15 它其实是CPU和GPU都有降频的 但是它有很大的散热空间 包括它的背板是像AK之前提到的 是金属的 然后你去玩原神的话 包括它也没有120Hz的双信率 你玩60Hz之后 其实是可以保持长时间的满针 至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这个时间的维度是原来问题都没有的 是的 然后因为iPad mini的 它屏幕比例是一个新的规格 现在确实好多游戏还没有应用 包括苹果它自己的Arcade里面 好多游戏也都是还没有优化的 是的 大部分是没有针对屏幕比例优化的 原神它可能跟苹果走得比较近 包括支持最新的Mini 6 支持最新的13 Pro 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让人惊喜 但是120Hz确实是 我觉得比较鸡累 所以还是打个广告 你们如果说没看我们之前 讲苹果Promotion技术的视频 可以去看一下 里面的观点我认为是非常自强的 现在也得到印证了 是的 很多厂商不会做 即使做了你也不得不用回60 对吧 还有一观点就是你做了 厂商也会给你一些 比如说电竞模式的这种选项 降低特效降低分辨率 就是为了让你尽可能的维持一般 但现在看来原神即使给了你各种选项 也是维持不住的 在手机上它是一定降的 对 因为它60都很难保证 60都会发烫到降频 屏幕亮度降低一段时间之后 尤其是你在户外 或者是开5G的情况会更严重 对 开5G那是肯定的 因为基带的发热量太大了 下一个新闻 还是关于游戏相关的 英雄联盟手游国服 不限号不删荡测试正式开启 这个我是没有玩 我听说AK跟我们团队里的小伙伴 也一起玩过了 开黑过了 我跟我们的美超 已经在国庆期间 我们已经双排了得有20把游戏 基本都是赢 我们双排了 战绩挺好的 战绩肯定挺好的 因为我们玩的是外服 我们玩的还不是国服 然后我们放假回来 上了几天班之后 发现国服已经上线了 对 然后关于这个事 我还有一个挺感触的 就是我以前做频道之前 大家很多知道我们做产品 我们做其中一款产品 就是针对手游的 当时我就觉得英雄联盟 马上就出手游版了 我们得出过这种 适合老玩家用的小配件 带按钮反馈的 幸亏没再继续做了 结果现在才出国服不删量测试 然后当时继续做 我们死得更惨 那个转型很成功 然后是我的习惯 因为我以前玩英雄联盟 SE的时候 我就是美服玩的 因为当时在海外上学 然后我这么多年就没玩过国服 有个号 回国的时候跟国内朋友一起玩 但我发现皮肤卖的太贵了 太不良心了 全球服这么多服务器 都是可以花大概20美金 100多块钱人民币去转的 你可以从美服转到日服 转到什么韩服 再转到什么东南亚服 大洋洲服 然后再转后美服都可以 但是唯独国服是没办法转的 而且国服又做了好多区 什么电信有十几个区 然后网通有十几个区 然后每个区的数据还不通用 我是不惯着这种事的 所以我扛着高ping我也在打外服 然后到了手游版我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攒了这么多年的皮肤什么的 我不想就不要了 玩外服玩的就是一个老玩家的这种感觉 所以手游版我玩的也是外服 然后我发现其实服务器还是在亚洲的 延迟最低也能做到几十毫秒 也不错的这个体验 所以我没必要玩国服 然后国服 我感觉可能后面皮肤也不太良心卖的 还是外服便宜 你知道吗很多皮肤 就比如说盲僧有个皮肤 就是龙虾那个皮肤 在美服我是两美金买的 国内好像2000人民币 你买不到很扯 反正我是不惯着这种课金 还有这种无良的这种行为的 从我做起 我不玩国服 这是我个人的态度 你们愿意表达你们观点也可以 就是单纯个人 我反正不玩国服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既然腾讯把Ryze给收购了 你还是他的大股东 赚钱还是一样赚 就看到这一行 我就聊一下我的想法 就是很开心 大家现在终于在王者荣耀 有一个强力的竞争对手了 而且我预计英雄联盟会有相当大的老玩家去体验的 就是电脑上的电脑板 因为我们玩了一段时间了 感觉他确实是为了手游做了一些优化 特别的优化 技能减化 然后等级减少了 然后地图感觉也有缩水 我感觉是有缩水的 所以各方面都是为了迎合手游的这种感觉 但是老玩家的情节还在 包括英雄的玩法 还有那种mobile的这种打法 个人感觉比王者荣耀做的还是要好 我感觉英雄人们手游 应该王者荣耀的人群他会有一点一定的差异 对 应该有挺大的差异的 因为相对来说 英雄联盟感觉更硬一点 更难一点 对对玩家的素质和要求也会更高一点 然后王者荣耀实际上是扩充了很多非游戏玩家群体 变成了因为社交然后不得不玩下来了 所以我感觉他们差异还是有的 下一个新闻 美团因二选一垄断行为被罚款34.42亿元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二选一美团上面会有很多商家 然后美团之前是有个规定 就是你入住了美团之后 不允许你再入住其他的平台 只能入住到美团的平台 监管总局发布了一个反垄断 反垄断 对 然后不允许他再做这样的行为 我的判断就是之前我们聊过很多次 包括我们国家最新的对游戏 对影视这块的审核 对APP这块 我发现大家国家现在在抓这块了 这是好事 因为过去我们只顾着发展 发展代价就是可能暂时忽略掉了很多监管上的东西 现在我能看到这么一步一步抓起来了 然后美团这个事情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反垄断 要么在我们家 要么在别人家 你这个就是垄断 你让商家没什么选择 国家罚他是我觉得这是好事 就要罚这样子的不健康的行为 因为你垄断了就会造成我刚才说的 就是像微信这么难用 这么耗电 能效这么低 结果不得不用 必须得有一个竞争对手 或者说国家对这种垄断这种产品 或者行为或厂商有一定的约束力 那才会让民众用户的体验越来越好 这个是对的 我觉得对民众对商家都是有好处的 是的 下一个新闻就是我们之前的Signal 也聊过关于Apple Watch Series 7 它在FCC的官网上面有展示 它有60.5GHz的一个模块 然后最近的话是Apple Watch Series 7 它的媒体评测解禁了 然后有媒体发现它之前的Apple Watch 它有一个诊断接口 然后现在是去掉 变成一个全无线的设备 之前我们Signal说了一次 就是说我猜测Series 7的一个无线射频 就是比较高频的60.5GHz 它可能在做一个无线通讯标准 然后当时有几个评论挺不友好的 说我们不专业 说我们用来手势识别的 就是因为我们太专业了 明显它不是手势识别的 因为你在FCC的网站你可以查得到 它是只有在底座的时候 供电的时候才可以调用 这是它的一个描述 官方的描述 退一万步讲 你的手表放在这里 你手要放在这里才能识别手势 其实有点像毫米波雷达 这个感觉60.5GHz是可以做到的 超声波也能做到 但问题是意义在哪了 你一直射频吗 你手表电不要了 而且你的手都放在这了 我做什么手势识别吗 你手表要什么手势识别吗 其实手机上的手势识别都是积累 有几个人在用 我看记得当年三星就是在下一手上一手 你还在用吗 请问我07年的时候就用Leap Motion了 那时候就是手势识别了 我们做个开发 我们做个研发 我们也是用户 我们会很明白一个技术应用 它到底能不能可行 它有没有杀到商业价值 反而因为我们太明白了 所以我们做出的判断是 它明显不是手势识别 还是那句话就是苹果在一切它的产品做开发产品的时候 它的还有很多都是有用意的 包括我们之前一再强调就是苹果 他们自己的研发实验室里面有一些大板 就是开发用的大板 你的Watch现在是这种形态很小 但是大板上每一个元器件都可能扩大了两三倍 它要做验证合不合理 苹果在自己的研发板上可以用一代iPhone的屏幕 然后用A15芯片 它想怎么玩怎么玩 所以他们一定会做这种秘密的探索 比如说用这个技术可不可行 用这个技术 然后它的功耗怎么样 它的用户体验怎么样 它搭不搭 所以说我们不惊讶 看到手表上搭载一些新的技术 之前我们看到比如说它用新的材料 它用了新的封装方式 包括它新的SoC 慢慢在其他产品上 也能看到当年在探索的影子 所以苹果不会做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你放一个60.5GHz的射频模块在里面 它只要放了一定是有意义的 即使考虑它不做 就是现在设备和设备之间的沟通 你就把它当做一个诊断接口 其实它意义不大 因为你没必要上60.5 以前是PocoPin 就是几个触点 对吧 你现在你可以借助蓝牙 对吧 你诊断 你可以借助其他的串口方式 你没有必要一定说上个60.5 它一定有一下的意义 所以我们的观点就在这里 希望能启发到大家 不要做不成熟的判断 什么手势识别 不要听风就是雨 这个手势识别就太扯了 下一个新闻也是关于苹果的 苹果之前不是欧盟它有个规定 草拟了个草案说可能强制苹果可以去测载应用 然后苹果是发布了文档 强调了iOS比安卓更安全的原因就是 因为它不允许去测载应用 苹果发布了一问论述文件 它标题苹果自己写的很清楚 就是为什么它不允许第三方商店 或者说让用户自己去sideload 去跑一些没有经过App Store的审核的一些应用 原因就在于 因为你的手机太多私人的东西了 就比如说你私人的短信 私人的照片 录像 对吧 你银行卡 资料这些东西 你如果让第三方去提供App服务的话 苹果是保证不了的 就是我一再的观点就觉得 苹果这个事做的挺磊落的 我是科技巨头 这个手机我做的 我的理念 对吧 我现在告诉大家 我们有一个审核机制就是App Store 你想卖你的App OK 我们来合作 我帮你去宣发 你要过我们的审核 你不能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既影响到用户 也影响到我们的硬件的口碑 所以苹果已经把这个根基打好了 就是说你要想跟我们玩 play by our rules 想在我们手机上做App 就要跟着我们的规则走 所以其实他说着这些话的时候 我一下就明白 就是他这么多年搞封闭 然后也不让侧载sideload 根源就在于他想进一步的保护用户隐私 这个我是深信不疑的 你们可以骂我是果粉什么的 这个无所谓 苹果之所以能做到实质第一的科技公司 是有它的原因的 你在骂的同时 你不理解的同时 你也要想到为什么苹果的理念 真的就这么对吧 冠冕堂皇 或者说表里不一 不是的 他一定是做对了一些事情 我一直比较认可苹果的隐私的理念 就结合到我们之前的一个新闻 什么微信的调用相册的一个事情 你就能看到 如果不是苹果挡在前面做了Photo Picker 那会被滥用成什么样子 就很简单 大家就是去想一下 然后这个新闻就讲的 苹果就相当于发表了一个长文 说明自己为什么比安卓更安全 因为它的理念说白了就更先进 更闭塞 你看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我更封闭 你每一份钱我要给你分 但是我提供了是最好的 呈现了最后的效果 给到用户也给到你这个APP厂商 我能帮你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对的 目前看来我是比较认可 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会把PDF链接放在描述区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这个理念我是相当认可的 我觉得你的APP如果不做相应的 没有一个像App Store这么一个机构来审核 相当做一个隔离 你会引发很多问题的 就是我们上次Signal讲的 有个漏洞 然后有三个零日漏洞 然后这个零日漏洞出发条件 是必须是说这个APP经过了苹果的审核 你才有可能会给造成漏洞出发 这是先决条件 但苹果的审核就卡在这 我有漏洞你也利用不了 对吧 所以他就没有优先去解决 虽然他应该优先解决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即使没解决 它有一层东西保护用户 你能看到我们讲了好几次 就是苹果的对开发者的应对机制 对这个APP的隔离的机制 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它理念是很先进的 就包括我们今天讲的 还有那个微信 事实也是一个道理 OK 我们今天就聊这么 今天聊的有点长 我最后再啰嗦几句 然后我们最近电商上了新的三个键盘 今天key上的老板跑到我们这来就刚走 对 还给我握了个手 很遗憾没留个影 然后老板过来了 然后他们也上了三个新键盘 我们以后的合作可能会更加深入 就是他们键盘确实好 已经是做了两三年 每年都翻多少倍这种 key创键盘确实不错 我们现在全员都在用 最近上了三款键盘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还有除了key创我们的动动版 然后动动版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切切实实解决了问题 比如说徐老师之前的桌子真的是惨不忍睹 一片什么东西都有 现在你看利索多了 天上天帮徐老师还帮天天整理 我觉得现在效果确实挺好的 确实是方便 我们自己都在用的认可的好产品 然后我们一方面去跟厂商去压低价格 给大家最大的利润 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相当于经过我们自己的严格的选品 我们不会去乱推荐东西的 都是我们自己在用的好东西 以后signal系列就是这样 我跟Jack我们去聊一些新闻 说一下我们的观点 然后大家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正式视频 看你休闲娱乐 然后我们也会做成podcast 就适合可能以后都二三十分钟起 这期可能会长一点 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正儿八经的 我们就去聊天 给大家正好过一下最近比较大的新闻 然后提出一些我们的观点 我发现其实我们的观点很多时候都跟别人不一样 比如说包括这次微信的事情 好多人都在担忧 说什么厂商不地道 厂商什么恶心 其实我也不喜欢腾讯 大家都知道熟悉我们老观众都知道 我对腾讯一直是很有意见的 我们作为媒体 我们要把我们认为我们的观点传达出来 人家根本就没干这个事 只是软件写的比较垃圾 就是我们浓缩到 比如说半个小时40分钟的这个视频 还是挺有价值的 大家当个背景给你听一听 那就我们下期signal再见了 好吧 拜拜 刚好带着了 平时我都带着 好像就是这里 我还说实话我还真没看 它原来这块应该有个枕段 我这是Series 6 不在这一边 应该在这一边 它应该是有一个 好像也没有 也没有 6代也没有 应该是有 我记得以前我也拆过 它都有几个触点的 翻车了